旺角晚上有兩個女人 因為拍攝問題,分別被人包圍 晚上8時多 多個穿著黑衣的人在尼敦道圍著一個女人 不滿她拍攝現場人士的戴頭 有人開遮擋向她面上噴漆 有人搶她的手袋 再向她噴漆和打她 有外籍記者試圖阻止 她被迫展示手袋內的物品 防暴警察到場將她戴上警車 而晚上6時多 大批人圍著穿上人有記者背心的女人 質疑她拍攝現場人士 她的帽、口罩、衣服和臉都有污漬 她拿出人有大紀元的卡片 展示相機內的照片才獲得放行 另外,通打市街近尼敦道 一個屬於警方的私家車被破壞 當時鑑證科人員在旺角處理一宗 和示威活動無關的爆竊案 警方嚴厲譴責暴徒的破壞行為 警告已經構成刑事委壞罪 最高可以判處監禁10年